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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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给我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吧 爸 爸 刚才我不是已经和你说了吗 预支一个月的工资需要资历三年以上 你才来公司不到两个月 我怎么可能给你预支工资呢 他半个月呢 半个月也行 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给我女儿看病啊 公司是有它的规章和制度的 我是不能破坏的 你呀 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吧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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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帮帮忙吧 关手 是光天无暖日的 别拉扯扯的 老板 给我放开 放开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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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给我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吧 怎么了 先生 你求老板也没用 老板呢 他更不可能破坏公司的规定 给你预支工资的 老板 我就求你了 这笔钱的我真的很重要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你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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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儿 慢慢说 不疲惨 我女儿前段时间 生了肠大病 住院了 我现在拿不出那么多的医药费 老板 你有给我一次一个月的工资吧 就救我女儿吧 你别着急 我帮你想想办法 你等等 我知道 有张卡 看了一些钱 你拿去 给你女儿看病吧 这密码 是卡号的后六位数 我们是不可能破坏公司的规定的 这是我自己的钱 不影响到公司的利益 就当是我个人借给你 谢谢老板 你真是个好人 这钱以后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不用还了 这治病要紧 带老板 你女儿在哪个医院 我送你过去吧 那就麻烦老板了 老板 老板 你去跟上车 老板 你这样 真的好吗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谁家没有一点难事 我们尽自己的能力 老邦就帮忙 我们就是他们的避风港 走吧 跟我一起过去 七黑男女用心创作快乐 大家好 我是溜溜 喜欢我们只有关注七点半 每天与你不见不散